賣菜肥強愛畫畫,菜檔變畫郎 因為不知足的人永遠不會幸福 你猛去掠奪去,爭取去 這個是紅磡黃布街的菜檔 被老闆肥強變成私人畫郎 肥強說畫畫一開始是有感而發 但街坊喜歡看起來就越畫越多 畫來鼓勵自己又鼓勵人 你怎樣不開心,怎樣煩惱 你都不可以停留 你都在思考,在前進 肥強畫畫就地取材 就是用雙頭筆、水彩筆 畫在麻雀紙,甚至發泡膠上面 肥強人生的體驗就在畫上 經濟大衰退 本來是連鎖鞋店老闆 但83年股災,生意差了很多 打算過大海搏一套 但最後當然是清袋 我曾經萬念俱灰 我都想去淺水灣窗口當門口 就中了下去 就game over 但我下了水之後 我就突然清醒了 不應該是這樣,我還有機會 馬死落地走 做開老闆肥強 走了去酒樓做事應 儲了不淺,老闆引發 就去開飯店 做了一年又撿了 那就去賣菜 賣賣客就開了這間菜檔 肥強說開心是要靠自己賺 不要學熊貓等人餵 不是很快死 得著是甚麼呢 就是 投其所好 唱所欲言 我每天都很開心 肥強還因為這樣 在網絡紅包 網民都喜歡 肥強的正能量 我現在開心 玩這些畫 大家開心 有幾個字來使用 老蕭俠二 雅族共賞 哈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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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